父母不在的老家 再也回不去了 父母在,人生尚有来处 父母去,人生只剩归途 父母不在的老家 就像断了线的风筝 只能眼睁睁看着他远远的飞走 却再也找不回来 再也没有人望眼欲穿的等你回来 不管你是飞黄腾达还是落魄不堪 再也没有人心心念念的唠叨着你 凡事尽力就好 别把自己逼得那样狠 再也没有人跟你提及关于家乡的点点滴滴 邻里间的家长里短 田间地头的秋收东藏 那栋承载着成长记忆的老屋 没有了父母忙前忙后的身影 没有了他们有一搭没一搭的聊天 就再也没有了家的温暖 老屋成了一个空壳 只剩下几面冷冰冰的墙 和那些陪伴了他们一辈子的老家具 老物件 无声地诉说着怀念 记忆中 熟悉的画面却再也回不到现实中来 从我们离开家的那一天起 故乡只因为父母而存在 在一次次的电话联系中 经由他们的岁岁念 我们渐渐知晓了他的变迁 少小离家老大回 香烟未改并茅催 从此再一次回到了老家 回到故乡 就真的有如一个过客 一个去走亲戚的人 父母在的老家 节日才热闹 人们常说 有钱没钱 回家过年 之所以无惧艰辛 不怕麻烦 再远也要回老家过年 是因为家中有父母 待在城里的人 成天躬身与忙碌的工作里 以至于无暇顾忌 季节的变换 岁月的轮回 而父母一声声 催着回家过年 才会让你彻底放下心来 忙了一整年了 是该给自己放个假了 他们早早的准备过年 新酿的冬酒 熏好的腊肉 还有传统的手工零食 无不带着浓浓的年味 菜园里满眼碧绿 还有鸡和鸭 都是留着过年的时候 等你回来吃 或者让你带回城去 就连大年夜的鞭炮 还有给小孩子玩的烟花 都早已经准备好 一切就绪 就等着儿女们回家 不管是过年的头一天才回来 还是赶在大年三十当天才回 对父母而言 儿女们到家的那一刻 才算是真正的过年 在外打拼了一整年 也只有回到老家 和父母一同落坐在那张 用了好多年的八仙桌 或是圆桌旁 才真正回了家 一年又一年 儿女的生活和父母的生活 早已经在不同的轨道 渐行渐远 能够聊起的话题 除了从前还是从前 当下的生活对于父母来说 太过光怪陆离 他们想要赶上潮流 赶上时代 却总有点力不从心 从而闹出一个个笑话 在自嘲与解嘲中 家中又添了几多欢声笑语 当有一天父母不在了 老家也就真的回不去了 从大山中走出来的人们 心中无时不牵挂着老家 可为了生活 为了孩子能有更好的 就学就医条件 更多的是选择在外打拼 也期待着有一天 能够依紧还乡 容归故里 只是这种强烈的想法 会随着父母的离去 而渐渐淡漠 离家多年 老家也已经不是 儿时记忆中的模样 和自己一起党大的伙伴 也难觅往日的亲近 每个人都在生活的熔炉里 锻造成了独一无二的自己 唯一不变的是 父母对我们的爱 他们在村里的名望 他们的为人处事 留下的好口碑 便是传给儿女们 最宝贵的礼物 从前 父母是我们联系老家的纽带 当他们离去 我们与老家也就彻底失联了 老一辈的人们 老的我们都认不出来了 晚辈们就更不认得了 我们融入不了 这个生养自己的地方 只能一遍遍的在记忆中 想要找回那种亲切 那份自如 往日越是热热闹闹 如今就越显得冷冷清清 回去更是触景生情 不忍停留 近乡情更切 不敢问来人 当你离开家已经很久了 会不会想念自己的老家呢 如果父母年事已高 还在为你守着老家 不妨抽空回去 看一看吧 那些熟悉的风景 那些熟悉又陌生的人 总能让人找到心灵的宁静 不要等到他们不在了 才来叹息 老家再也回不去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